上集啊,咱们讲到了杜成和加戴在潮汕的市总公司里边 让当时黄平、邹小锦、邹小兵这一帮人来了百八勺 直接就在院里边给摁住了 市总公司也摁不住了 因为啥呀?因为当地这边的势力头太大了 根本就摁不住了 在这个院里边呢,给当时这个杜成啊 拼了胖了,一顿胖鼻揍 给打的啊,是说句实话 打的挺不严重的 但是也是爱当时杜成这个身份这个面子 包括这个贼呢?周斌 还有当时那边那个小宝他们这个身份 没有往身来整 加戴他们直接弃权了 直接就是把东西往那里放 就护着肚子上就完事了 没有反抗,所以兄弟们 受到伤都相对都不太一样 但是没有太严重的 你看打那边,人家黄平也说了 说以后呢,在这个潮汕那边 别过来了 你要是再过来,就哪怕你是这个身份 我都得干你 我们朝战那边不挂着你这些事 跟那边说的话,人家走了 杜成他们起来 在医院里简单包扎包扎 杜成是啥脾气啊? 嗯?这么长时间了 杜成让人欺负成这样 我们没有 头一次,自己没占到便宜 他身边那个手蝶蝶把那个队傻的刮刮过来 直接有个大刮吧轮他 杜成哥一摇头说不行 这边当时周冰鸟玩的这么的嘛 不行,那个我找找人 在那个那哈,说用那个石头公司那边 从那个那哈,我弄手那边来整了 杜成一摆手说也不行 杜成一摆手说也不行 杜成一摆手,要玩社会了 最小肯定要玩社会了 宝哥也明白 他一摇头,宝哥因为跟他时间长了,他明白 周冰鸟啊,你不用不好意思,我没有不好意思啊 我有啥不好意思的 说走,咱几个车,不给那个潮汕呆了 那个周冰一听,说那咱不给潮汕呆,咱上哪儿呆呀 上哪儿呆,回广州啊 明天接着干他呀 明天接,咱打啥干呢 我在广州这边,我啥人麦呀 玩黑的,我能怕他呀 我有的是凶的 到广州那边,你看看明天我跟你带多少人 成哥一起身 大家伙都相继而言的,都打着当时潮汕就离开了 到广州 回到广州,回到广州之后,在金利酒店那边那个碎碎水 第二天,杜城那个套街里边,这帮人都给这做的 家带来的也早,家带也知道 不用行的,那必干无疑了 杜城不是别人 他这么长时间跟杜城接触下来,还不明白杜城说那个糊涂里边卖的是什么药吗 往那边也没说别的 那你看,成哥呢,跟那边一白手 老黑就过来了 咋的,成哥 找人 把你那个山东帮给我整过来 有多少人叫多少人 把你的人给我叫过来 直接一吵加大,加大量 哎,那个成哥 给宋蓬松一辈子打电话 上那个朝鲜那边干仗去 告他一声,带着人 带着一点头,没反驳 说那个,总算 带个个人,哎,成哥 把你那个深圳那帮哥们整过来 整点狠的 到那边,蹦的 坐在那边,那行成哥 那你这声了,那还说啥呀 咱到那边干他就完事了呗 杜城哥这边一坐 那就忙着赶紧救人啊 人到了咱就去 周冰,不是 咱们以恶之恶呀 那对呀 咱能有多少人呢 能有多少人 等着看吗 那家伙家带打电话 直接给宋蓬菲 蓬菲那边接的 哎,带哥 说蓬菲啊 你这么的啊 你那个要是不忙的情况下 你跟他咋了 你拿来给我 不是,拿来 哎,蓬菲,菲哥 哎呀,成哥 哎,你好,成哥 你过来跟我去干仗去 啊,叫点人 就这么解答点事 能来不? 能能能能 啥时候走吧 现在 赶紧的 呃,上哪 朝上 哥 那咱,咱带多少人 带点啊 那肯定得找你要点人啊 啊 妥了妥了,哥 那我知道咋回事了 哎,好嘞 八大一夸 就完事了呗 还你问他有没有 有没有时间 你问他,他也得有时间 你这么说他也有时间 我的事他怎么还得往后推一推啊 他咋的,他玩到了 大哥讲吧 咱不求人吗 谁求人啊 我让他来 是命令他来 我没求人啊 不来 我也不说啥 大哥说你行 左帅这边联系不少人 江连阁那边给找了不少人 这边加一起 不大一会儿 楼下全都是车 全都是人 这边 人家这边老黑讲话 哥 人道起了差不多了 这边送门飞也来了 杜生一草造 上头了 接着跟他干 必须得干服他 不干服他 好像我杜生没能的似的 我还跟他社会 我还讲不明白他了 上次一个沙长 把那个谁电话给我 三五呢 三五呢 哎,成哥 把那个叫周小冰电话给我 我找他 我打他我得让他明白 明明白白的 你让他把人备好了 好像就把我欺负他似的 我都不理解 那也把电话给一下 成哥 这个电话是 八大一个杜生 把当时谁 走我边电话就走过去了 他们就网络下来 到外边 当时这边 刘汉 啪就傻眼了 刘伟也傻眼了 包括宋敏也傻眼了 多人呢 乌洋洋的 一千多号人 整老多人过来了 成哥这边 上车走走走走 这边上车 呼拉一帮人 一个车接着 一个车车队 就往朝上这么来 那家伙深圳那边的哥们呢 还往那么来呢 来多少人呢 杜成直接就打通 当时走小冰的电话 走小冰 在那边接的 喂 咋叫三胡啊 还不服啊 我服你个屁啊 我服你啊 你知道我谁吗 叫三胡啊 我杜成 杜大少爷呀 我还以为是三胡呢 杜大少爷 打电话啥意思啊 几个指令啊 你不用跟这边 跟我说话 一言过气的 咋的打我一顿 觉得你牛逼啊 觉得你硬实了 觉得你能在朝战那边 站起来了 还行 反正还可以吧 跟这边 没人能动得了我 你催呢 你这么呢 别说我欺负你 你现在赶紧骂人 有多少人 你骂多少人 我现在到朝战 我就咳进去 你咳我来 对啊 我干你怎么呢 小成啊 你别给这 蹬鼻子上脸 平哥黄平大哥 说的话 不是跟你空穴来风 不是跟你说那边 跟你开玩笑呢 我们说的是实情 落的是实可 你搁这边再来 我告诉你 发生什么事 可真就不好预测了 别搁这边 仗着自己有点身份 无码长强的 真给你摁到这 你咋整啊 啊 解育时的生活 咋的过够了 非得长那么一下呢 非得长出一二三四 你就得劲了 朝战的地方 不是说你想来 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 你再来一下 你试一试 我现在往那走呢 你喝我 你喝不住我 你往那么来呢 啊 让你找人通知一声 别说我欺负你 行 你来吧 那我等你 你马上过来 既然你想在那边敢打 我就敢干 整吧 啊 玩出多大动作 我陪着你整 八大一挂 这边 平啊 王明又找咋的了 那谁 同常跟我打电话 做闭大虾的 告诉我带人过来了 要跟咱接着整呢 跟咱们接着干的 恩啊 那就让他来 啊 我看他多脏性 试试 他到底有多大的马力 人家这边都没说找人 就让你渡上那边来 成哥他们来这边还不坏吗 光光呢 那车 哇哇往那干 渡成他们 直接下道 直接往沙场那边干过来了 把车停到 到离沙场挺远的地方 直接这边就停到这了 院里边 人家沙场兄弟不老少啊 一抬眼皮子 这边叼烟 他他他他他掌灯 往那边一吃 一吵来了 哎呦我操 再洗手 来老多人了 有个小子就在毛浪子 站不住了 就赶紧往屋里边跑 进屋里边 平啊 啊 黄明一掃咋的了 忙啥呀 这事 哥 那个啥 渡成他们来了 来就来呗 那你害怕了 不是哥 这次来的人不老少 啥叫不老少啊 不老少是多少啊 是一个还是百个呀 不算不出来呀 算 还 算不出来 小明那边一听 小姐一听 哥 平和讲话 出去看上去 直接往出这一边来 站当时沙场的院里边 往外这一条 大灯啪啪啪 全把他们照着 一溜个车 我我我靠 行啊 这人 这家伙的千八百人 跟咱们干上来了 渡成挺有能力啊 在那边 打电话 摇人 把那个咱们一嘴一嘴 沙场的人都给掌过来 给老陈老黄 老黄他们打电话 给那个咱们那个那哈 打电话 都这么叫我来 我看看你怎么呢 往这边一说 毕竟是在人家地边干张 潮汕那边的人呢 还抱团 这一左一右一打电话 打他打他 就是别的沙场的 探上当 照着远的 啪就挺到 当时参加的院里边 往当时对面一吵 人家对边拿东西 光光光 跳枪头就过来的 骑摩车就过来的 开车就过来的 就瞬间就是三百五百人 咔咔就已经咳到这了 往住城这边一下车 直接往这么一站 全哥吵到院里边 往前这么一来 周小兵来来来来 你不牛逼吗 来我看看你 你到底躲藏将在那边 我带人过来了 你打我 我是你能打的吗 周小兵往前一来 都城啊 你真是胆肥了你啊 带个千八百人过来 就觉得你硬啊 你别忘了 这是仇杀 这不是你家 是吗 不是我家咋的 干不了你啊 你试试呗 哎呦我天呐 老黑金利 银利好 徐老虎 直接就激眼了 你跟谁说话呢 包括那个贼 刘汉刘伟 再加上左帅他妈 直接包括 当时那边的宋文飞 哪脚就往到院里边 砰就一下子 一下就打到 混沌厅的黑地点 那里啊 你打人家 对方刷下去 就开始找人体 人家对方也干 你们也往车后跑啊 对不对 因为那个东西 远的时候呢 光光光 你一来我一往 啪啪啪的 就可以合上了 这边这一打 谁也占不到便宜 谁也往人推不了 因为前面刹场 前面啥都没有 一顿大平地 你敢往人去 真敢崩你啊 打没你都是轻条的 一开始吧 这还行 打不打吧 谁也不占下方 杜成给那边讲吧 干的 那家伙狐狐狐干的 那你看 打了一段时间 打的 人家人是人越打越多 不打我 从东边西边那边 啪啪就来人了 来人人 抄起家伙就开始轮结 广广干 都是当地的王晓的 直接全都抱团了 听说这边干枪杀场 外来人欺负了 那家伙都不由分数啊 认识与不认识 不所谓 主要都是咱们当地人 必须得捧一把 呱呱之夜到这 杜成跟那一吵 卧槽 懵逼了 称哥给他懵逼了 左帅多狠呢 这帮兄弟多狠呢 能接不说让那个谁 让杜成懵逼吗 起声就左边右边就开工了 那你看 打的是热火朝天的 里边也吃了不少贵 他们也吃了不少贵 就在两方降制不下去的时候 你看 发生什么了 预知下节如何 请观众老弟下节 嘎嘎精彩